香港有不少無懈流離失所 由動物義工為了守護流浪動物 開設了收容所 就算是晚上都忙著要照顧這些浪浪 為牠們遮風擋雨 Kelly在2008年成立動物收容所 Kelly Animal Shelter 位於樓房山的收容所 目前收留了超過200隻狗狗 日間的牆內清潔會由義工團隊協助 而到晚上就剩下Kelly獨力照顧狗狗 採訪隊跟著Kelly工作兩晚 了解更多她晚間的工作 這一日Kelly遇上在傍晚仍然有日光的時候 開始幫狗狗鋪皮 開暖燈、準備水涼 以及幫有需要的狗狗穿衣 還有她有患癌症 怕她本身的皮膚系統 抵抗力都差一點 所以不穿衣服 怕她會受傷 之後Kelly就到醫療房裡 衛生病的狗狗吃藥 以及清洗傷口 最近收容所收留了一群 剛剛出生的狗BB 由於狗BB需要每兩三個小時餵食一次 為了可以貼身照顧她們 Kelly會跟她們同房一齊生活 例如說回小孩的情況 她們一喊我就立刻醒了 她們一吃飽東西睡覺 我又一起睡覺 那一天睡到多少個小時 我想這段時間收了 因為我們現在加上十隻 寶寶在我睡房裡 她們乖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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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我想加上四個小時都應該有 但當然這些BB情況不是經常有的 那如果我不需要照顧BB 即我不需要照顧狗BB的時候 那我們的狗仔好生性 八點鐘就睡覺了 那我也一起睡覺八點鐘 Shelta的生活就是 其實挺順序的 另一晚Kelly就駕車載兩隻狗狗到診所接受治療 由於日間要打理收容所的事務 所以她通常都會將帶狗狗出去看醫生 和狗狗等等的工作 安排在晚上進行 收到牠之後發現肚子都很長 有些擔心牠會不會安排療中療毒 所以就留下要帶牠來看醫生 本身這隻BB都是我們近日才收牠的 但是就發現牠有瘋爛屁股和有吐的情況 據我經驗就是覺得牠是有powerful 病毒性腸炎 所以我要這樣包著牠 為免牠的病毒我都容易帶回Shelta 所以就隔離比較好 放下兩隻狗狗在診所之後 Kelly就回到收容所 再巡視一次全場 其實在去年12月 Kelly在開車接狗狗出院途中遇到車禍 並血壓飆升和拉傷了脊椎 需要留院觀察和治療 雖然當時已經立即上網招募義工照顧狗狗 但她因為擔心收容所的運作 留院三天之後就堅持出院 傷患到現在都還未復原 例如好像我今天這樣工作了一天 一間鋼缸又要再開車 其實腰油會很累 即是冤著痛 甚至有時會走起路上來痛 這次車禍令大眾開始關注收容所 亦多了義工分擔繁重的工作量 經過這次車禍之後 好像發起到原來我 有一個這麼偏遠的Shelta 只有一個女孩子照顧狗 大家的願意進來幫忙 其實都是對我的一種支持和認同 收容所的工作一點都不輕鬆 但這種幫助流浪動物的決心 已經成為Kelly人生中最重要的使命 每一個透過我們救援回來的 和透過照顧她的相處時間 其實培養了感情出來 不可能因為我自己遇到困難 或者經濟上出現困難 我就放棄他們是不可能的 而且他們等同於我自己的子女一樣 即是無論子女出什麼事 我一定有辦法解決 所以我就抱持這個信念去堅持 一直都 這個是給我覺得 是人生一個很大的意義 因為最起碼我真的有一天 我老死也好 或者怎樣的時候 我離開這個世界那一刻 我會無憾